我觉得这个卡通的那个花车 我觉得应该更能够引起现场所有小朋友的共鸣 特别在美国大家都很喜欢在花车里面融入卡通的主题 除非是从国外来的国家参与 要不然的话大部分会放很多的卡通人物 那么我们也恭喜他们 刚刚那部花车得到了大奖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游行队伍要介绍给大家 今年现场的镜头也能看到好多好多的观众在现场 那么他们其实很多除了有位置之外 很多都是漏夜在那里守候的 我们也透过镜头来看看现场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荷兰的骄傲暴冲乐团 这个乐团的制服是仿制了19世纪 荷兰的城市亚伦戴帽的服装 红色和黑色搭配的对服 全部都是羊毛才质的 我们来听听他们现场的演奏 他们穿的那个木鞋如果镜头可以看得到的话呢 统一是从荷兰运到美国 那么这支乐团总共有177人 64个同款乐手相当的多 那么他们有优良传统一直在全国全球 享有极高的声誉 最特别的当然就是在脚上穿的那个木鞋了 镜头一直有拍到他们穿的木鞋 他们也希望这么长达5.5小时 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整个游行的路线 那么这20个志愿者花费260个小时 才能够完成了他们需要的360双鞋子的喷汇活动 那么使用的木材是一个软质地的木料 他们也保证全部的鞋子能够有很好的这个质地 能够陪他们走完游行的群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乐团的乐手们 都是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我相信应该也有那个女孩子 是 非常的阴挺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凯撒医院的花车 今年凯撒医院花车的主题是 All the hell things you can do 就呼吁大家都去做一些有益的健康的事情 是 我们恭喜他们得到这一家的主题奖 符合大会议的需求 那么开省医院他们是除了预防疾病 还有治疗疾病他们认为同样重要 当然最重要是保持健康的身心 然后不论是跑步走路跳舞或摇呼拉圈 读书写字 只要让你的身心能够健康就能了 那么这部花车是高26英尺 宽尺18英尺 长55英尺 算是还算中型的花车 那么花车上面是一只呢 带着魔术帽的可爱小猫 镜头前面您可以看得到 他呼吁孩子们在上课学习之外 要注意课外的活动 对 他也呼吁小朋友呢 参与各种的像挡秋千啊 玩翘翘板啊 骑脚踏车啊 溜冰等等 去呼吸新鲜的空气 去欣赏色彩纷纷的花朵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才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呢大家看到这只花车上边的猫仔 它整体其实是由康乃兴啦 还有干的椰子片啦 以及洋葱纸装饰起身的 而其他的报警呢就是由一万朵的玫瑰花啦 还有一万五千朵的满天星啦 共同组成 那可以看到了色彩斑纜 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哦 作为这个全球的唯一的华语直播的电视台 能够在电视机前能够跟各位朋友用 您熟悉的语言 不只是国语哦 我们今年还有粤语 我们欢迎这个Esther加入我们的行列 对我们公司目前 排前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 为了这次直播呢 可以说是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一直在搜集资料 而且呢在想我们通过怎么样的立体的方式 向各位原汁原味 第一时间第一手资料 呈现这次的花车巡游 我们再来看现场的画面 第16支队伍进场了 是富国银行的骑兵队 对这次呢也是富国银行第七次参加这个玫瑰花车游行了 同时呢也都标记绝了 在这里成立了161兆年的纪念 除了今年主题花车以外呢 也为大家带来富国银行的骑兵队 总共有9匹马 数量不多 不过这些马匹都是标准的 美国技马 颜色马匹外形大小都相当的漂亮 那么经过严格的删选跟匹配的 马匹都有专业训练 他们除了有优雅的气质之外呢 也能够适应大批的人群 还有吵闹的环境 欢迎第17支队伍国际福伦社的滑车进场 福伦社滑车主题是 All the place we go 那么这个主题是透过了董事会 他们脑力激荡 整个会议决定的 所以呢 所有我们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们想要透过人道主义的服务 能够去建立和平的地方 国际扶轮会在全球是有120万的社区服务志愿者的 大家看到随着此轮的转动 由莲花和樱花制作而成的和平起重机 也跟着运转起身 他是告诉全世界 他们的国际扶轮社的宗旨就是服务至上 整部花车高是16.6英尺 阔18英尺 长35英尺 使用的花有玫瑰花 康乃兴 黄色大丁草等等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花车游行主席 现在进场的就是刚刚出现在花车 在开幕的时候的花车游行的主席 Sally Bixby 那么他出现在萤幕 他是主席 同时他花车上面有他的先生跟他一起 乘坐的是一辆1940年的伯加维多利亚的老爷车 这款车在当年被评为年度最具有魅力的车款 也象征着他们的身份 在美国老爷车俱乐部享有极高的地位 好了紧随其后的就是主席夫妇他们的家人 他们坐着两部红色 并且是和国家公园的巴士分别是39号巴士 和64号巴士的 是由蒙大纳公共服务公司提供的 车上就有主席夫妇的家人的 PCC的社区学院荣誉乐队 这是地主的乐队了 这是Pasadena 那么这支乐团制服是军乐团的制服 红色夹克白色长裤 远远带到镜头飞航漂亮 那么总共有225人 一个是领古的98名同管乐手 29名的打击乐手 另外呢 Pasadena市立学院成立有88年了 总共有超过了25000名的学生 是全美国最大最独特的城市学院之一 而Pasadena城市学院荣誉乐团呢 作为Pasadena新年玫瑰花车游行的官方乐团 可以说呢是每一年都有参与这个盛事 而2013年呢据说已经是他们第48次出现在这样的巡游上面 可以说呢是和这个整个游行是同步成长 是的 Pasadena的玫瑰花车游行里面 当然这个城市就是Pasadena Pasadena的City College在当地非常知名 那么同时有全球各地国外外企学生 亚裔学生都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还透过镜头再带领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个 护士的花车 它是拿到了这个最佳工艺奖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去品味一下 它为什么会拿到这个最佳工艺奖 因为我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它的这里所有的动物的每一条毛 每一个那个外包装都是用那个植物手工贴上去 非常地震撼 非常漂亮 对 2007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有五名在加州驻察的护士呢 是组建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名字呢 就叫做罗根的 这部花车的主题是治愈的地方 那么主席Sally Bixby 她就是一名护士 也是花车游行历史上第一位呢 让一名护士能够很有荣幸担任这一次的主席 对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那么他们通过这个自己组织的这个慈善机构呢 是宣扬更多的人去关怀一些有需要的人 好我们再来通过现场的镜头 看看这部美轮美奂的花车 上面有很多的小动物 也体现了护士的精神 接下来进场的是 今年的玫瑰碗比赛名人堂 那么约翰库博 他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约翰 玫瑰碗比赛的主教练 他带出许多相当出色的队伍 在历层的玫瑰碗赛篮球赛上面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好成绩 对而且他们呢是多次打破记录令人印象深刻 对了那么他被列入这个名校的名人堂呢 另外还有包括了田纳西州大学名人堂 还有鲍威尔高中名人堂他都被列入了 那他同时也是体育台ESPN分析师 我们刚才呢通过一系列的镜头可以看到 无论是花车还有礼乐队 以及是我们的各种表演的队伍 真的是非常精神 可以说是2013年最好的新年礼物 是的我们现场的花的布置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对他镜头您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小动物 我们也改变了以前的做法 希望透过现场的花艺的表现来呈现给大家 对我们也希望呢 每一年的这个玫瑰花车游行 可以成为一个所有朋友的一个大party 我们通过这种热情还有这种心情 我们去迎接全新的一年 我们向未来伸出我们的怀抱 我们接下来呢 镜头再来看看玫瑰花 玫瑰皇后已经出现在游行队伍当中了 这是Macy's的皇后花车 它的主题是皇家展示 过去13年里面呢 Macy's都是玫瑰皇后服饰的主要赞助商 那么历届里面也出现过一位华裔的玫瑰皇后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世纪晚宴赛马团 它呢是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骏马 据说这种马呢是世界上非常含有的品种 源自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地区 是欧洲的一个皇家马 是伟大而且古老的马种 那么这个马种呢在这一次的表演里面 哦 又进到下一步华车 我们来看看这步华车是第26只华车 对 第26只华车也是拿到了一个最佳的创意奖 这部华车的主题是共同成长 它代表了奇迹团队对每一个家庭的承诺 承诺将会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 种植味道鲜美又很特别的食物 那么这部华车展现的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精神 任何年龄的人家里的后院窗台 到处都能够呈现这些美丽的情况 能够让你有意想不到的奇迹 华车的size不是太大 那展示的是一个梦幻一样的后花园 种植超大的花卉 蔬菜 水果 都能奇迹式的长得非常的大 那么中央的绿色房子象征着 他们共同打造的一个 可以使家庭社区更加团结的一个花园 让大家能够里里外外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对 我想这部花车也是希望 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有更丰富的家庭生活 而且可以一家共享天伦 你看这个蝴蝶还是可以飞舞的 是 非常的生动 而且颜色非常的斑斓 是 就像是你采访到的现场一样 对 长滩骑警队 它的马种是帕洛米洛马 这种马全身是金色白色的棕毛 还有就是尾巴 长滩骑警队成立在1935年 是由16名商人运动员 还有民间的领袖组成的 是美国最古老的骑队 好 我们现在看到是Trader Joe的这个蔬果店 它的这个花车的主题是冒险的配方 而且它也是刚刚拿到了一个杰出奖 可以说是最为壮观的一部花车 因为它这个主题冒险配方 是他们吹得周相信 食物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所以他希望把所有的最好的蔬果都送给我们民众享用 是Trader Joe是全国连锁的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里面有很多的有机的东西 Trader Joe希望呈现的是 来到这里就开启了一次探险之旅 让顾客品尝各式各样水果蔬菜 然后能够带着大家通往您健康的梦想之路 花车高是28.6英尺宽18 长63还算是大型花车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玫瑰碗比赛的 其中一支队伍就是Stanford大学 他们的花车和乐团都即将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他们的乐团总共会有300人 这一部花车也充满了玫瑰碗比赛的元素 也都看到有些拉拉队在这部花车上表演 稍后比赛当中我想他们都会落场座位 一般在主唱比赛中场表演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很诙谐的剧本 那么他们参加玫瑰花车游行就是为了庆祝这个乐团 而成为一支分散50周年的乐团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Stanford大学的乐团 整个乐团总共是300人 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非常的长 叫做塔里兰斯坦福大学第一年级步操乐团 他们将会参加玫瑰碗游行和今年的玫瑰碗比赛 除了乐手们这个乐团还有五台车和一棵树 而这棵树是在75年被Stanford大学的乐团作为他们的吉祥物 那么这支乐团在1893年成立的这支乐团的数量相当的大 我们刚刚也透过了镜头看到了这支乐团 我们再来看看他现场的情况 这支乐团目前正在演中 如果我们有机会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现场的音乐 那么一般足球比赛里面 他们都会有乐团来庆祝得胜 然后加油打气 所以这支乐团很多的乐团不只是这支 成立都是为了来给大家加油打气的